今天支點一齊珠珠被英國租霸欺負的港人業主 小編曾經說過不少而英港人租屋中伏的事 但就算有錢在英國買樓做業主也隨時會推出一套子氣 如果有幸遇上英國租霸就真的恭喜了 收不到租金是少,隨時奉送全屋裝修 包你好像坐過山車一樣,血壓飆升相當刺激 近日,有網民在一個宜英討論區發帖慎慘兼求助 他說去年9月租了一間屋給一個英國四口家庭 誰知道第二個月就不交租 於是樓主兩個月後出律師信叫他們搬走 想不到遭受瘋狂報復 當一個租客搬走的第二天樓主去視察一間屋 誰知道一入門口當堂嚇了一跳 廚房的廚櫃、焗爐、煮食爐全部都被偷走了 就連水龍頭、窗簾棍都偷了 牆身不同地方被釘了洞 只看照片都有一種黑暴現場的裝修感覺 再看看後院,哇,簡直可以用恐怖來形容 一座由床墊、木板等雜物組成的垃圾山堆到很高 令樓主探飾超級無奈 據樓主所說,這家人來自羅馬利亞 看起來都挺正常的 老公做Uber司機 每個月都有2000至3000磅的穩定收入 老婆就肯當地大學讀書 還有兩個小朋友 每個月還有政府給的1000磅津貼 當時租樓的時候,老婆帶了肚子 叫樓主租給他們 於是他一時心願答應了 樓主問網民 現在應該怎樣處理好 但看網民的留言 原來英國租霸是普遍的現象 有人說 我最近也有個夏語島類似的情況 不過沒那麼嚴重 Toto弄了2000多英鎊 有網民更慘 他說有個租客已經8個月沒有交租 當他追租的時候還說要打我,找我麻煩 還兼且賴死不走 還有人抱怨 英國的法律是保障租客不保障業主 難怪英國租霸可以惡到沒有朋友 但亦有網民質疑 為何樓主不預先收租客一年租金 當很多BNO港人初到英國的時候 都會被同路人要求先遇到一年的租金 聽起來有似乎挺有道理 難道連租霸都玩大勢? 有人就假釋 這些就是香港人欺香港人系列 但想一層,可能租霸還行 是英國社會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所謂入鄉隨俗 包容一點 一次生,兩次熟 遇到幾個租霸就習慣了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報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